民众党发言人林子宇 经传在30号的深夜 因为不明的原因 在新北市碧潭风景区落水 根据了解 当时他打给家人后 家属赶忙到现场找人 但怎么样都找不找 附近的保全健壮 加入搜救的行动 最后在桥上发现 岸边有手机的亮光 赶快上前救人 当时林子宇还扶着 岸边的天鹅船 体力不支 保全将他拉上岸后 赶快报案 但你还听保全怎么说 听到在桥上在看 东外都没看到 我就刚刚跑过来西岸看 桥上我一下看 刚刚那边手机亮着 就赶快跑下来 警察赶离现场时 评估他没有立即的危险 不过保险起见 还是将他送医治疗 根据了解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已经赶到现场 林子宇才在今年2月 接任发言人 上任不到半年 却传落水意外 民众党团表示 因为无关党务不会回应 详细的事发经过 警方还要调查 令 ор陡市获足 警方 did